点击界面上的这个图像会显示一个图像预览窗口 这个功能可以去用一下WX Preview Image这个接口 在这个Image组件的上面我们可以去Bind一个Type视角 这个视角我们可以使用Preview来处理 在页面的主逻辑里面我们去再添加一个Preview这个方法 接受一个Invent就是视角参数 在这个视角处理的方法里面我们去用一下WX下面的Preview Image这个接口 去给它一个对象里面可以去配置一下这个接口的使用 先添加一个URLs 它里面的值就是一组要预览的那些图像文件的一个地址的列表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下This的Data下面的Images 我们会把选择的图像路径列表放在页面数据里面的Images这个属性里面 回到开发生工具再去预览一下选择几张图像 然后再点击这个界面上的这个图像 这样呢会出现一个预览图像的窗口 可以左右滑动去预览这些图像 默认这个图像预览会从第一张开始 我们再去设置一下 在这个Image组件的上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自定义的属性 名字可以是DataSRC 给它绑定一个Item 然后在Preview Image这个接口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Current 去设置一下当前要预览的那个图像的地址 它的值可以是Invent Target Dataset下面的SRC这个属性的值 再去预览一下选择几张图像 然后点一下其中的一个图像 这样打开预览窗口的时候 当前显示的就是我们点击的这个图像 MING PAO CANADA NEW TEXT